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一个梅花的更新教程 首先呢是这一种花瓣的做法 这个花瓣呢是由四片小花瓣组合而成 首先需要将这个中号的花瓣剪下来 剪好之后呢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来标记一下它的制作顺序 这个制作的顺序呢 就是从右往左依次来进行制作 这个箭头呢就代表这个每一个花瓣的制作的方向 从右边的第一片从往上面缠 然后再从山往下 然后依次缠到最左边这一片再进行收尾 接下来呢就按照从右往左的顺序 把它依次摆平 放平之后呢就是这样一个顺序 从右边依次往左边来进行缠绕 然后根据这个箭头的方向 以及数字的顺序来进行缠绕 就不会出错 首先来截取一段铜丝 铜丝的长度 对比一下这四片花瓣 左右的两边都大概长出三到四厘米左右就好 接下来呢这个线是同样用两骨来进行缠绕 取好线之后呢进行缠绕 大家如果不想接线的话 就取大概120厘米左右的线 这个长度就不需要接线 正好缠完一片花瓣 这个梅花的花瓣呢是比较小的 大家在缠的时候 你纸片的这个手不要太过用力 然后用力的手呢是直直绕线的手 捏纸片的这只左手就轻轻的把纸片捏住就好了 到这个纸片快要结尾的地方呢 就用手轻轻的捏住尾端的这一点铜丝 不要捏得太远 就你这个纸片越近越好 绕完之后再按这个箭头的顺序来接上第二片纸片 第二片缠完之后呢 折过来 然后让两根铜丝合并到一起绕一圈 这里绕一圈之后 把这根线从中间绕过来 把这根右边的整根铜丝放到右边去 然后再进行缠绕 如果这个手拿不住这根线老是容易松动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里打一个结先固定一下 然后把右边这根铜丝放到右边 再加上第三片的花瓣 同样按照这个箭头的方向 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个箭头的方向一定不能弄错 这里呢 第三片绕完了 然后取出我们的辅助神器 这是一根铜丝 对折之后的样子 这个铜丝长度就大概十厘米左右就好 不需要太长 然后把这个线穿到铜丝里面 从第一片和第二片的花瓣之间绕过去 把这根线绕进去 然后将三片花瓣拉紧 拉紧之后再缠绕一遍 最长的这根铜丝 然后再加上第四片花瓣 注意在这里衔接的地方 一定不要露出了铜丝 绕完之后呢 将花瓣合并起来 然后又要用到我们的辅助神器 将线穿进去 然后从中间的两片花瓣里面穿下去 把这一根线穿进去 然后将花瓣拉紧 拉紧之后将底部的两根铜丝 合并起来 最后用线绑紧 下面大概绑一厘米左右之后 把这根线绕到铜丝里面 这里要把铜丝绕紧 这样子这个线就不会松掉了